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西部第二的勇士,对阵西部积分榜第九的胡仁,两队之前的比赛,都是输球,勇士是连胜被终止,而胡仁,是遭遇连败,这一次比赛,也是胡仁交易节指日之后的首场比赛,面对勇士,他们在攻守两端,打出不错的表现,但是最后,还是输给了勇士。 这场输球之后,胡仁是遭遇三连败,但是输球的胡仁,依旧有着收获,詹姆斯主动揽责,沃格尔言论引争议。 说实话,胡仁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,出乎很多球迷的意料,很难想象,胡仁在面对勇士,可以打出这样的表现。 比赛上半场,虽然胡仁处于落后,但是,他们在攻守两端,并没有放弃,不断的,去缩小分差,从落后两位数,到追平比分,再到反超比赛,一直迷勇士打到比赛的最后时刻,如果不是克莱,在末节,突然抱走丹节砍下16分,并且连续命中关键三分,这场比赛,胡仁很有可能就赢下了。 遗憾的是,詹姆斯丢失关键罚球,胡仁最终两分之差,输掉比赛。胡仁在交易窗口关闭之前,并没有能够对阵容进行调整,这也使得他们的处境更加的意料,外界对他们更加不看好,毕竟赛季至今,他们存在着诸多问题。 对阵勇士的比赛,尽管胡仁输了,但是这场比赛,却让球迷看到了不一样的胡仁,这场比赛,他们有着不小的收获。 首先就是威少。 备受质疑的威少,在这场比赛中,似乎找回了自信,比赛中,他在进攻端,有着出色的表现,并且没有选择盲目出手。 全场比赛,得到19分7篮板,并且送出5次助攻,关键是,仅仅出现一次失误。 第二点,是胡仁替补习的表现。 由于胡仁三巨头,占据了球队的大部分心思,使得胡仁在阵容构建上,出现头重脚轻,很难引人到出色的轮转球员,说白了,就是球队阵容的深度,和厚度不够。 这一场比赛,胡仁的替补习,打出了出色的表现,比赛中,敢打打拼,进攻端,表现得更加有侵略性,塔克,里夫斯,蒙克,阿里扎等球员,获得了更多的机会,除了阿里扎之外,另外3分,合计得到了42分。 球队替补习,打出这样的表现,胡仁还没有赢下比赛,问题出现在核心球员身上。 詹姆斯在末节的比赛中,十次出手,揭命中一球,并且关键时刻的伐篮也丢了,全场比赛,27,投紧9中,比赛的势力,詹姆斯,要负主要责任。 赛后,詹姆斯也主动揽泽,表示自己在最后时刻,没有打成足够多的球,来帮助球队赢下比赛。 相比较詹姆斯的揽泽胡仁主教练,我格尔的言论,引起了一些争议,赛后,我格尔对球员在比赛中的表现,提出称赞,但是,他将比赛的势力,归结到运气不好,他表示,最后时刻,有几个反弹球或走运,进攻端,也有一两个球。 胡仁的输球,依旧暴露出,他们存着问题,其他的,不多说,先说下农眉,全场比赛,13投5中,莫杰三投紧1中,算是上一场比赛,农眉在莫杰,合击出手3次命中1球,完全处于隐身状态,这样的表现,显然是无法给球队提供帮助。 出现这样的问题,是农眉的体能问题,复出之后,农眉在近7场比赛中,出场时间最少的,是35.4分钟,最多的是41.3分钟,再加上农眉,在胡仁乍树中,是攻守两端的关键一环,对他的体能消耗太大。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,是我格尔,需要去思考的。毕竟,他们还需要一开这一套阵容,去冲击季后赛,一旦农眉在出现什么问题,那么,胡仁本赛季,就彻底没戏了。